HELLO,小米剛剛推出了國際版的13 Ultra 剛剛我自費扣入了一部,現在我們一起開箱底吧 拆開一個盒子後,我們會看到13 Ultra的綠色機身 下面就有一個深刻光額和一條USB-C 拆開貼截,看到13 Ultra的機身 原來是黑色的硬膠殼 原來是黑色的硬膠殼 是硬膠殼 喂,手感不錯 不線手,不錯 因為提早預定的關係,所以屬於專業的攝影套裝 拆開貼截,拿走一張紙,就會看到專業的攝影套裝 之前一直都用到12 Ultra 之前亦都用12 Ultra 拍一條Cinematic的影片 有興趣可以搶搶 左邊是12 Ultra,右邊是13 Ultra 13 Ultra 最特別升級的地方就是多了個3.2倍變焦的鏡頭 首先比較外觀 它設計上沒有什麼特別改變之處 兩鏈和關機鏡的地方都差不多 兩目機的長度和闊度都差不多 那時候是否站不穩 還是否站不穩 而兩目機的厚度大致是雙翼 兩目機用指紋解鎖的速度也差不多 也挺純粹 兩目機準用相機界面的時間也差不多 而13 Ultra 的相機界面是有不同的 要在上面按字眼對才會出現 而另一個最明顯的升級的地方就是13 Ultra 可以手動調光的F1.6和F4 我們一起看看兩目機的低光拍攝錄影提點 首先是一倍變焦 同樣是用上一吋CMOS的主鏡頭 在相同條件帶有12X Ultra拍攝出來的影片會明顯放動 雙方13 Ultra 明顯穩定很多 我們放大到100% 看下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厲害 雖然我拍攝的時候對手震得很厲害 13 Ultra 的Hyper OIS 最高了 我們看看下一個極低光的場景 這次對手沒有那麼震 但是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厲害 雙方13 Ultra 明顯放得很厲害 雙方13 Ultra 明顯放得很厲害 同樣放大到100%比較 12X Ultra 明顯放得比較高一點 再是一個場景比較亮一點的夜晚 和剛剛的結果一樣 雙方13 Ultra 明顯放得很厲害 對手震得很厲害 放大到100%之後 我們看到 除了兩部機的曝光度有分別之外 其實兩部機的畫質都差不多 現在我們比較兩倍變焦 兩倍變焦都是數碼變焦 我們看到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高 我們看到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高 我們看到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高 但是它小圖也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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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定點拍攝 如果定點拍攝 可能它會更加清楚 過13跑場 然後我們比較三點二倍變焦 13 Ultra 的三點二倍變焦 鏡頭是支援光學學劇 12X Ultra 的三點二倍變焦 由於是數碼變焦 它有一點油畫感 在100%底下會看到 13X Ultra 是對比12X Ultra 明顯放得很豐富的立體感 在極低光的環境中 我們會看到12X Ultra 的三點二倍變焦 因為是主徑和數碼變焦的關係 是和一對變焦的曝光度差不多 而現場環境會比較貼近13X Ultra 五倍變焦方面 12X Ultra 的五倍變焦鏡頭 其實就很難改用 現場試過幾次 12X Ultra 都是看不到五倍變焦鏡頭 我懷疑這個位置一定是五倍變焦鏡頭 發射出來 而放大一倍的身體 那方面會很明顯 這次我試一下12X Ultra 對著陣光力開五倍變焦 結果是可以開到的 13X Ultra 的五倍變焦鏡頭 如果是C 落實細了 那你兩者會變得更差 但是就沒有出現到這樣的情況 Wight Balance 會比較沒有那麼連貫 而12X Ultra 的 White Balance 會比較入致一點 在100%下會見到 整體上來說13X Ultra 比較實淨一點 兩部機的五倍變焦鏡頭也都支援光學防震 在10倍變焦鏡頭方面 我們會見到13X Ultra 在防震鏡頭也都相當上 雖然畫質會比較幼少少 但是12X Ultra 會過分地霜 0.5倍變焦鏡頭方面 兩部機只得電子防震 雖然拍攝的時候對手很討厭 但是會見到12X Ultra 在相同條件下 是會有明顯的Jelly effect 但是13X Ultra 在防震表現時都相當穩定 而且在步高度方面 13X Ultra 會比較合理 去到極低光的環境下 兩者的表現都差不多 雖然13X Ultra 的施望比較小了一點 但是身體表現都比12X Ultra 更好 在影響方面 超廣角來說 13X Ultra White Balance 無光度和畫質線條都比12X Ultra 在1 配變焦轉鏡頭方面 13X Ultra 和12X Ultra 的畫質很接近 但是12X Ultra 輕微好少少 在兩倍變焦方面 13X Ultra 和12X Ultra 的畫質分別更大 在3.2 配變焦方面 分別很大 13X Ultra 拍出來的畫質會實際很多 去到5 配變焦方面 在超廣角方面 repair度的畫質更多 但是在12X Ultra 比較高 但畫質方面 12X Ultra 會比較好少少 再來另一種在實在比較 在超廣角方面 13X Ultra 邊角會比較好 在1倍變焦方面 13X Ultra 會見到 商品額面的這張子會比12X Ultra 更清晰 兩倍變焦方面 同樣的情況 後面商品的13X Ultra 會比較清晰 而來到3.2倍變焦 遠距離來說13 Ultra的紙就很清晰了 5倍變焦部分,12H Ultra的眼光位其實會比較實至少 這次這條影片主要想集中說說13 Ultra和12H Ultra 在低光拍攝的情況,另外也拍了少少日頭的情況,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總共來說,13H Ultra的相機在防震方面轉播相當大 而在畫質方面,它的超廣角,3.2倍變焦和5倍變焦亦盡量相當多 尤其是超廣角鏡頭,但是在配變焦,除了畫質在特定情況,可能會輸給12H Ultra 如果本身有12H Ultra的朋友,是很值得見你升級的 接下來可能會用13H Ultra,拍更多Semitic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希望你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諷尾電都未來,還要達到一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